這很難講喔 說不定我被折磨完一輪 我們還是得死 你不去看醫生後 我不勉強你 我們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 我們去環遊世界 多少都可以 我想要表達的是 其實所有的自由都是得來不易的 那唯有在我們不斷的對他有感覺 並且使用他跟守護他的狀況下 他才可以永續下去 否則他很容易就會產生偏差 不管是越來越緊縮導致於我們失去自由 或是越來越放縱導致於我們誤解的自由 觀眾可以感覺到的是 我們曾經有過一些歌曲是被禁止的 但是我們已經逐漸走向 我們可以用歌唱來代表我們 我們可以用歌唱來傳達我們的意念 而不會被禁止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長足的進步 那在未來我們對於 對未來充滿的希望之外 我們有沒有可能繼續維護他 而不要讓他有一天消失 現在香港明顯已經是 不可能再做這個平台 那台灣就是一個 現在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平台 是可以在這裏將不同地方的一些被禁制的作品 都可以在這裏發表 還有在這裏大家有交流的機會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中國人是 知道這件事情甚至是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的 那當然是希望哪一天這齣戲在演的時候 他甚至是在中國演或怎樣 就是在中國已經可以好好的談論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也知道說 以前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 甚至以前政府不希望我們談 但是現在政府已經做出改變了之類的 我當然希望有這一天可以到來 我跟妳講齁 妳不要再收這些東西了啦 我跟妳講齁 妳不要再收這些東西了啦 我要好好的哭一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